大家好 最近你們都感覺到我比較懶 這些影片出得沒那麼密 但你不能怪我 一年只有一個聖誕檔期 這時候出了很多遊戲 有Uncharted, Battlefield, Call of Duty 等等 所以很忙 出得沒那麼密 但這支出了一宗新聞 無論如何我都要熬熬它 不過在講一筆之前 我先想提一下 影音視團在12月4日 會來到溫哥華 有一位人士 我在YouTube上認識他 做了朋友 他真的很有心 他幫我去影音視團拿了票 然後拿上我公司給我 我覺得他真的很有心 是那位做賣石 又很疼愛老婆的那位先生 你知道我在說哪位 如果你聽到這個 希望你聯絡一下 因為我沒有你的電郵 我的電郵是 howtindock at yahoo.com 因為我想親口多謝你 剛才我寫稿寫到一半 頭暈暈暈暈暈 他拿給我 我應該跟他聊聊天 但也沒有想到 我覺得非常無禮 我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希望你聯絡一下 我留下你的電話 我應該會去看 尤其是我自己去拿票 我懶得上來 我真的不去 好像他們上次來 但這次是有人拿票給我 我無論如何一定要去 除非下大雪 我炒了車 斷了腳 去不了 不可以說 剛才 我在網上 很多人傳閱一條連結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經看過 尤其是關心我這個頻道 關心影音視團的動向的人 但我覺得 都可以說一下他 有些人懶得看這麼多字 順便說一下我的看法 是吧 那篇文章 原本當然是英文 但我想他真的很想插死 影音視團 他在網頁上弄了一個中文版 待會我會把這個連結 放在我影片中的資訊 你可以自己看 我建議整篇都看完 因為很多東西我都不明白 其實 寫這篇文章的人 叫做Andrew Snellling 他在這篇文章中 說到 當初影音視團 最先在發布 開他們第一次記者會之前 他到處打電話去叫學者 問可不可以支持他們 為他們背書 他就聯絡到這位學者 這個學者就說 你不可以叫我 為你背書 你也要給我一點證明 那些人就提到 他們已經在木上 做了C14 炭14的檢驗 把這些報告 發布給他 不知道發布還是電郵 發布給他 這個學者看完這個報告後 就說 就這樣看這些報告 我就相信 你們找到那個木結構 就不是羅亞方舟 是不可能的 他就勸喻 這些影音視團 就說 你應該推遲 你的發布會 以及做多些測試 當然我們知道後來 怎麼發生 最後影音視團 當然沒有理會他 這麼說 你不背書 我就找另一個 他就進行 做了這個發布會 發展到現在 當初 據他說 影音視團 就吩咐 C14的檢驗 是秘密 不能公佈 所以很多年來 他都沒有說 但現在看到他們有公佈 他就忍不住 就公開了 影音視團 給他看這個報告 就是這樣 他總共分開三個實驗室 來做的 影音視團 沒有向他公佈 那三間實驗室 在什麼地方 沒有名字 就是Laboratory 1,2,3 Anonymous 總共有四個 相片 據影音視團 所說 都是在木結構 拿下來的 那些結果 也挺有趣的 雖然我不熟悉這些 他有相片 就是相片 A,B,C 有這三個相片 是在Laboratory 1 做過的 相片A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沒有拿去 或者什麼 他在這裡有解釋 但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Anyway 相片B 和相片C 測出來的檢驗 就是B4P BP 的意思是 B4P 即是距離現在 之前幾多幾多年 即是距離現在 之前是一百多年 相片B 根據Laboratory 1 的結果 另外相片C 就是距離現今 即距離現今 大概六百年前 全部都是公元後 相當現代 結論就是 在Laboratory 1 做的結果 就是 沒有一塊木 是古代的 在Laboratory 2 有測試到 Sample A 就是Modern Age 太近代 也免得 很近代 所以沒有辦法 另外 Sample B 就是 就是 確認 之前 Laboratory 1 的結果 也是距離之前 大概八多年 左右 OK 我想 我們最關注的 就是Laboratory 3 Laboratory 3 A、B、C 也沒有結果 可能沒有去檢驗 零零射射射 有個Sample D 你看到 這個Sample D 在Laboratory 1 從來沒有做過 OK 在Laboratory 2 也沒有 零零射射射 這個Sample D 只是在Laboratory 3 有做過 啊 終於試了這麼多 終於試了 有個對 這裡說 距今 大概是 四千多年 他有其他 Discution 他就說 根據這個學者 Snellling 他說 他也要留意 就是 他裡面 其實是有 68% Range Calibrated BP 太深了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說得很重要 他說 四千多年 之前 其實也不是他 說得那麼肯定 他覺得很有問題 就是 就是 這些Test Result 真的很奇怪 數字 非常不統一 而 你 零零射射 選擇其中一個Sample 在其中一間Lab 那個數字 適合你的數字 你就拿那個數字 去開記者會 然後 說到 99.9% 肯定是 羅雅方舟 他覺得 這樣做法 非常有問題 是 不符合 學術要求 這是他的意思 當然 他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 因為 我們又不知道 這些實驗室 一二三 究竟是什麼地方 無名無姓 都不知道 信他 不信他 這就是問題 如果你說 這個學者 Andrew Snellling 他說的說話 不知道信不信 我對 影音士團的看法 也是一樣 我不知道信他 還是不信他 最好 而造成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因為影音士團 他不肯公開 被人去驗 只有他自己去驗 就搞成現在這樣的下場 你有沒有聽過 有些世紀發言 你是不可以被人去看的 不被人看 不被人驗 又不可以告訴別人 究竟在哪裡 有這麼多不明朗的因素 就是 你就去拍電影 一定已經找到 然後叫人捐錢給你 這樣 是不對的 即使 我想 我之前也有討論過 有一個人叫 什麼 Simha Yakubovici 類似的一個人的名字 他說 例如 找到 釘死耶穌的釘 或是找到耶穌家族的墳墓 很多基督徒都說 他亂說 包括我在內 這個人出來拍電影 純粹是為錢 但是 即使是一個 這麼不負責任的人 他說的那些發言 全部 都有一個實物 你可以去看 你可以去摸 你想的話 你可以去驗 全部都是 available 但是 這個人 這個影音士團 他說這些木 你去驗 你驗給我看 你沒有 你告訴我 那些東西在哪個經緯 你說不出 他們根本就是收藏 所以 在我印象中 有沒有考古發言 是發現那個人 他知道他存在 但是有某些原因 他不可以公佈 很委屈地 不可以公佈 給其他人 聽 有 是有這樣的事情 例如 這個 這個 Bajan 那本書 The Jesus Papers 就是 我之前做過一段影片 你可以重溫 此笑世紀巨著 耶穌秘捲十字架下的真相 他說耶穌曾經在再生的時候 他釘十字架的時候 其實死不去 後來他就 輾轉和人結婚 移民去意大利 歐洲那些地方 然後寫一封信 但是這封信 因為他會影響到天主教的利益 所以他不可以被人看這封信 就藏在甲蠻裡面 不就是傻子 不就是找笨 所以這些事情 我覺得很不可以 現在我覺得影韻市團 有幾件事是需要做的 你要回應的就是 其中一個進路就是 譴責 Andrew Snellling 即是你寫過這樣的報告出來 即是想對我們 你根本在做謠生事 你說的全部都是假的 你在說謊 你可以發過這樣的聲明 但你一定要開名譴責人 或者 你需要站出來 好好地澄清 向你的支持者解釋 如果他的報告是真的 為什麼他有三個 有這麼多相片 做了幾個測試 最少 為什麼你零零射射 選其中一個結果 來開記者招待會 並指著那一個結果 就說 這個是99.9% 一定是狼雅方舟 還敢拍幾出電影 即是來溫哥華 也來第二次了 敢向人收三百多萬 你究竟想怎樣 你兩件事都可以做 當然 最徹底的方法 就是公開那些木 人人都可以驗 並且你把那些檢驗的結果 公諸於世 大家都可以看 大家都可以驗 那就不會有這種混亂 但有一件事 他絕對不可以做 以我如見 他絕對不可以炸武件事 因為現在我放上youtube 很多人都可以看 我那些方舟片 有幾千 有些是過萬的 所以他不可以當作沒有事情 你一定需要回答 講完